看怎么样免了多少钱 有没有算个钱 那两千块钱 两千左右吧 这个长假被挤爆的 还有各旅游景点一起来看一下 看景还是看人 光看人了都没法上这些凤鸣 满满东西都满不了 别说了 所以我们是个好地方 卡车也在路上 反正也记得多了 他说好不好玩 黄金舟期间 南京中山林达到最佳接待量的十倍 厦门鼓浪雨 达到最佳接待量的九倍 在泰山 游客排队坐所到 大约要用两个万小时 景区曾经多次暂停出售进山票 华山大量游客滞留山顶 甘肃敦煌明沙山景区的骆驼 因为连续工作劳累致死 应对爆棚 景区有高招吗 在长城上 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城楼上所有的游客 在高峰时段 他所行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并没有出现上下城的游客 相遇组织的这种情况 大家看啊 我身后的这些游客呢 都是上城的方向 那么下城方向的游客在哪呢 大家看我的这个右手边 通过这个秩序疏导员的疏导呢 他们现在全都在下城府路上 有序的下山了 长假期间很多景区 都采取了分流疏导的措施 而也有景区提供 游玩购票二合一的服务 比如山东临沿 就将流动售票车开到了景区 为游客现场提供 汽车客票预定和销售服务 我一边玩的一边逛的呢 就把这个回家的车票买好了 感觉非常的贴心 非常的方便 针对假期景区的爆棚 有一种观点认为 旅游等消费需求释放常态化 有利于拉动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如果过于集中 难免会造成供需矛盾 对我来说可能就也就是黄金周 这些可能其他日子想出来 确实没时间 如果像代行休假 要是很完善的话 可能平时就出来了 逐格摄影呢 是电影镜头当中的一种 特殊的拍摄方法 这种效果可以加快动作的速度 比如说像乌云滚动 日出日落 右牙出土 这些好几个小时 好几天才能够完成的动作 几秒钟的时间 就能够呈现在荧幕之上 八天长假结束了 我们就跟随着一组逐格镜头 把风云变幻 层灵静燃的美景 尽收眼底 再来欣赏祖国的江山多角 好几天才能够完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